大家好,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我们来烤一盘非常松软的面包卷 一个鸡蛋打散 大部分倒进搅拌缸 留一点最后刷表面 依次加入所有的配料 详细配方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找到 盐能促进面筋形成,控制发酵时间 糖不仅提供甜味,也能帮助面包保湿,增加柔软性 为了防止面团温度过高,影响面筋形成 液体原料需要视线冷藏,或者在搅拌缸外包上冰袋 因为面团里糖量比较高,要用耐高糖的干酵母,或者是新鲜酵母 先慢速搅拌成团 再用中速打到扩展阶段 再用中速打到扩展阶段 把面团整理光滑 室温发酵至两倍大 发酵完成的面团,手指戳动,是不回缩也不反弹的 排气后分成12分,每份75克左右 完成了 把面团表面收光滑 盖上保鲜膜,松弛10分钟 举出一个小面团 搓成一头粗一头细的长条 擀薄成细长的三角形 从底边卷起 收口朝下,排在烤盘里 放在温暖湿润的地方 发酵40分钟左右到两倍大小 发酵完成后,在面包表面刷上一层全蛋液 放在预热好的烤箱中层 180摄氏度烤20分钟左右 表面上色以后盖上锡纸 颜色金黄,香气扑鼻的面包出炉了 撕开看看内部组织 无需过多语言 好面包,自己会说话 如果你喜欢我的面包 或者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感谢收看,我是大鱼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